好 我们今天要上的是希伯来书 整个是很特别的一本书 我们先来祷告一下 现在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 在网路查经我们已经到了尾声 我们还有两次三次的课程 我们就求主你恩待我们 特别在今天的时间赐下智慧和启示 让我们能够在希伯来书里面 我们能够得着真理的教导 主要你亲自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 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网路之间的通信 一切的顺畅 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 希伯来书 他的这个他有一个特别的结构 就是在希伯来书的那个整个13章里面 他就想把一样东西讲清楚什么东西呢 就是基督是最美的 就是主耶稣是最美的 他想要讲这件事情 那他讲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讲的方法就是把以色列人 所认为最棒的东西你拿出来 然后呢我把耶稣来跟你比 好 如果耶稣基督你拿了任何东西出来 你觉得你这个民族 觉得以色列民族很 很骄傲的东西都拿出来 那耶稣基督呢跟你一比呢 就比你好比你美 然后你再拿个东西呢 耶稣基督又比你美 你再拿个东西耶稣基督又比你美 你拿拿拿都比你美 你拿光了都比你美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基督是最美 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 整个希伯来书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先拿什么东西 他先拿先知 就是以色列人不是从古以来 就很多的先知 不管有写书的先知 还有一些很多的当时代 各个时代都有很多的先知 他拿先知出来 然后耶稣比先知更美 他是最大的先知 再来呢 把天使拿出来 你觉得这个先知不够 我们把天使拿出来 天使这大力的天使都拿出来 耶稣比天使更美 然后呢 那个以色列人在说 那我们把最厉害的 我们把摩西搬出来好了 摩西够大了 摩西搬出来 一比耶稣比摩西更美 好了 接下来呢 那他不够的话 那我们把耶稣亚好了 带进迦南 这个耶稣亚就完成了 摩西未完成的工作 把耶稣亚拿出来 耶稣亚一比 基督还是更美 好了 这些先知的东西 摩西啊 这些先知要比完了 天使都比完了 好了吧 那我们把我们大祭司搬出来 我们把祭司 大祭司搬出来 一比耶稣又更美 然后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 把祭物啊什么的 都拿出来比 这祭司的礼仪什么 都拿出来比 还是比不过 耶稣还是比较美 所以到最后呢 他就是最美了 所以他就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法 都是比较急 比较急 比较急 到最后呢 结论他是最高级 可以试试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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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become the best 所以这是他的逻辑 所以我们 在念这本书之前 我们先有这个概念 所以他的这个 key word 每一卷书都会有一个key word 他这一本书的key word 就是更美 他比你拿什么 他就更美 所以在整个书卷里面呢 出现14次 更美 他是什么更美 他是什么 或者是超越 我们中文翻译超越 在希腊文是一样 就是更美 同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 那希伯来书本身是谁写的 到今天没有定论 因为没有讲得很清楚 这个内政里面没有讲 但是很多 以前都学的是保罗 但是越来越多 大家都觉得不是保罗 那比较有可能的猜测呢 有的人说是巴拿巴 有的人说可能是亚波罗 这个就没有定论 所以这本书呢 到现在他的作者 大家还是没有一个公认 我想但是这个东西不重要 因为当神把他留下来了 他里面的内容 就是我们要去了解的 那是谁写的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因为都是圣灵的工作 都是圣灵是真正的作者 在背后 所以人都是受圣灵的感动 写下来 所以是谁写的 其实没有绝对的重要性 那我们就进到这个 希伯来书的证文里面 那个希伯来书 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仙之多次 多方的小欲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欲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尝要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制大者的诱惑 这是一到三节 那就是把他一个基督的一个工作 把他的位分 他的身份全部讲出来了 就这三节 然后他是跟什么在比呢 他是跟众仙之 你可以看到第一节 众仙之多次多方 古时开始 在过去就有许许多多的仙之 多次多方 就一直一直讲 各种的方式来讲 不同的时间在讲 不同的年代 不同时间一直讲 小欲列祖 就是我们的祖宗 不断的讲 但是呢 后面呢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欲我们 前面都是众仙之 讲了很多 人很多 次数也很多 地方方法 什么都很多 但是后面呢 最后只有一个 就是主耶稣 他来了 他小于我们 就这一个人 就这一次 就把东西就搞清楚了 所以他比众仙之更美 因为众仙之只是讲 预言 然后预言到这位要来 现在这位来了 真实的来了 然后他也带下他的教导 他的教导 他的小欲 所以他是一个最 等于说是最重要的 那个实体来了 那 而且呢 这个 他早已立他 会承受万有的 就是说以后万有 要归于他 像罗马书讲的 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在罗马书11章最后面 就讲到 这个万物 万事万物 整个世界 到最后是归于耶稣 他拥有一切 那这是一个 他的 他的之后的 他是一个神的儿子 是他的身份 神儿子 是他的身份 而且呢 他要承受万有 那他的工作呢 他 借着他创造 诸世界 就说 这个 耶稣基督 在创造世界的时候 耶稣基督不止 那个时候在 而且他亲手创造 因为是借着他创造 借着他创造 所以耶稣基督 有的人就说 我今天上那个 英文的木道班的时候 我还问他们说 创造世界的时候 耶稣有在创造吗 有的小朋友就也要脱 其实不是 是有的 因为 这边讲得很清楚 他借着 就借着他创造 诸世界 大家如果手上 有圣经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那个真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段 人字 真言 第八章 真言 第八章 第二十二节 真言 第八章 二十二节 好 我来念哈 二十二节 在耶稣华造化的起头 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 就有了我 从亘古 从太初 未有世界以前 我已备利 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渊泉源 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之先 我已生出 耶稣华还没有创造 大地和田野 并世上的土质 我已生出 他历高天 我在那里 他在渊面的周围 画出圆圈 上死穷仓坚硬 下死渊人稳固 为沧海定出界限 使水不越过 他的命令 立大地的根基 那时我在他那里 为公师 日日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踊跃在他为人 预备可住之地 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这一个语言 这个是在讲谁呢 就是在讲耶稣 主耶稣 他在那个地方 为公师 有的英文把它翻译成 Master Workman 好像Fourman一样 就是一个公投 公司 好像公投一样 所以他在创造的当中呢 他实际上亲手创造 借着他 借着这个道 来创造这个世界 这边讲的就非常的清楚 是借着这个主耶稣呢 来创造了这个世界 而且呢 这个诸世界我们 其实比较准的翻译 应该叫宇宙 宇宙 你叫宇宙 宇宙 我们今天讲宇宙 好像就是一个空间 实际上宇宙 我们中文讲呢 宇宙是上下四方加上古往进来 对不对 是吗 对不对 是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限的 这个叫宇宙 从古到经 而且到处上下四方 跟古往进来 加在一起叫做宇宙 所以有的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诸世代也可以 把它翻译成诸世界或者诸世代都可以 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整个时代 整个时间的这个时代的里面 历史的时代里面 其实上帝的手都在 不只是空间而已 所以借着他创造 所有的我们所看得见的 然后第三节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这个非常重要 荣耀所发的光辉 荣耀是什么东西呢 荣耀呢 其实我们讲不清楚 我们只是有个概念 很荣耀很荣耀很荣耀 这道理是荣耀是什么 其实荣耀是神的本体 因为这个荣耀 这个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对仗 荣耀光辉对应本体真相 就是说荣耀是对本体 所以神的本体是什么 是荣耀 是荣耀 你如果 就是说能认识神 你认识神要认识到 祂是什么的话呢 祂的内里就是荣耀 可以这样讲 好像我们人的话 就是血肉之体 那神是什么 就是荣耀 那祂那个荣耀呢 是属神的才有的 人是没有的 那我们人怎么会有一些荣耀 是神的荣耀的本体造了人 就让人有一些荣耀的形象 但是是从神而来的 那这个是神本性的念的荣耀 那是神呢 荣耀所发的光 让人看见 就像太阳 太阳如果不发光的话 你看不到太阳可以的 那太阳发光我们就看到了 是太阳因为有光嘛 发出来才看得到 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 主耶稣呢 祂是在约翰福音讲到 第一章讲到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祂表明出来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人看见过父神 怎么看到的呢 是借着主耶稣才看到这位神 所以主耶稣是一个发表 是把它visualize出来 好像看不见的 真的要看的时候呢 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 所以祂是一个发表 好像是一个外显的 让我们能够接受看到的东西 就是这个形象 是主耶稣第二位 所以祂呢 是荣耀所发出来的那一个光辉 让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它也是本体的真相 祂就是神 祂就是神 然后第三节后面讲说 藏用祂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 就讲到说 祂创造万有 祂接着呢 祂拖住万有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宇宙定律 就是不管是物理定律 什么热力学定律 一大堆 我们人就是科学家很聪明 慢慢可以发现一些定律 那这些定律呢 是怎么可以存在 这个科学家就讲不清楚了 你问他有什么定律 他跟你讲得很清楚 但是因为他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定律 就讲不清楚 因为这不是科学研究的范围 科学只研究它是什么 没办法研究它从哪里来 因为这背后的创造者 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里面 那是已经进到神学的领域 哲学以上就是到了神学的领域 所以这个是 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们认识神就是 他是一个不只是创造者 而且他是一个托住的管理者 在神学上面有一个词叫做护理 护理保护的护理 那个管理的护理就是神的护理 他对这个宇宙他进行一样工作 就是神他在护理这个 maintain 这个宇宙的运行 所以他今天如果休息 大工不干了 那这个宇宙定律呢 就把他停掉了 那这个世界不就完蛋了吗 整个宇宙都完蛋了 所以他一直在拖住这个宇宙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人都是 很很有信心的过生活 我们从来不担心 太阳明天不从东边出来 我们大家觉得不用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一定有的 因为太习惯了 每天都从东边出来 早上就有 那其实都是神在背后的工作 这个是有原因的 不是自己会有的 然后呢 还有讲到他的救赎 他洗净了人的罪 讲到他的救赎的工作 最后呢 就坐在高天制大者里面 讲到他现在 这个他坐在制大者的右边 这个在希伯来书讲到好几次 都讲到他坐在 他坐在 他坐在 神的右边 在圣经别的地方也有讲到 但是在圣经里面很特别 有一个地方讲到他站在 他站起来 大家都还记不记得 耶稣什么时候站起来了 那个就是当 很有意思 我们看那个 在《使徒行传》 当尸体反被石头打的时候 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 《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 他被圣灵充满 他就定睛望天 他就抬头往天上看 他被圣灵充满 然后就看见神的荣耀 他就看见什么 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圣经里面好像不太有什么 讲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这个地方就讲了 就是耶稣站起来了 通常都是坐着 耶稣坐着为王 我们讲坐着为王 那是统治者 都坐着 这个地方是站着 为什么要站着呢 就是因为《使徒行传》 这个被石头打 是一个殉道者 是第一个殉道者 第一个殉道的使徒 所以大家非常的 就是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所以连主耶稣都 从位置上站起来了 因为他坐不住了 这个事情太大了 那他就对一个 这个殉道的重视 可以看出来 所以斯蒂凡真的 就这样荣耀的殉道 所以我相信呢 神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不舍 而且呢 他从位置上都站起来 事情非常的大 看得非常的重 OK 好 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 那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哪呢 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节的右边 为我们带球 这是他的工作 大祭司的工作 一直到今天 他为我们在天上祷告 向父神祷告 所以我们有什么祷告的事情呢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祷告 其实在天上呢 耶稣也在祷告 还有圣灵也在为我们祷告 其实是还有很多的support 我们这个三位一体里面有很多的 他们之间有很多的communication OK 好我们就向往下面看 好了那就跟这个先知来比 好先知呢 他们很多的先知讲了很多 但是呢 大家那个时候都不听也听不懂 这个时候呢 真实的主耶稣基督来了 这一位弥赛亚来了 他呢一次 而且就把他讲清楚 而且呢 他是创造整个宇宙 创造整个历史的 整个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域都在他里面 好 这个 路加福音24章那边讲的说 凡这个指责我的 圣经上指责我的都要应验 可以讲到说 这个先知多次多方小域 讲了很多 关于主耶稣基督的 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来了 所以指责他的都要应验 所以他是那个真实的 所以这个这样讲起来 他当然就比所有的先知都大 所以呢 主耶稣基督是更美的 好了 我们往接下来看呢 接下来就讲到呢 天使 好吧天使 就第四节他就说呢 他所承受的名 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远超过天使 怎么比的 怎么比呢 他说所有的天使 神呢 从来对哪一个说 就是神 他从来没有对任何的天使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从来没有人这样 没有对天使这样讲 也没有对天使讲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都没有这样跟天使讲 但是他跟 父神跟主耶稣基督是这样讲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使者 是工作的使者 那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他讲到这个 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呢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所有的天使都要拜主耶稣 所以主耶稣当然就比天使要更棒了 然后呢 他就讲到说 论到使者 论到天使呢 他继续的来比较 论到天使的 神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原文的讲法是 神使 神以使者为风 以使他的仆役呢 像火焰 原来是倒过来的 就是说 神让他的使者像风 神让他的使者像火焰 什么意思呢 就说他让他的天使们呢 就像风就像火焰 是很不牢靠的 但是呢论到子呢 确实很牢靠 他说这个子呢 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就是他不动摇的 一个是像风 像火 像飘飘蓝 不靠谱的 但是论到子呢 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他的国权是正子的 就说他是有管辖的权笔 而且他的永永远远远做宝座 是永恒不变的 是作者为王的 那这个又远超过那个飘飘然的天使 所以是这样子在比 那后面有讲说呢 天地要灭没 天地要灭没 有一天呢 天地都要改变 好像衣服被卷起来一样 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观念 天地都会被卷起来像衣服一样 要过去 那 这个耶稣基督呢 确实有很不变的 最后他讲到第14节 这个很有意思 他说呢天使是服役的灵 天使呢他只是一个working的 只是working的一个 或者ministering的一个spirit 他是一个使者 他是一个灵 他是奉差遣的 而奉差遣干嘛 是为那承受救恩的效益 谁是承受救恩的人 就是我们呢 实际上天使是服侍我们的 天使的位分在神的眼中 天使的位分比人的位分要低 因为人有一天要管理全世界 OK 所以这些天使们呢 他们呢 他们的力量可能比较大 在这个世界上面 他们的力量可能比较 他们有天使的能力 当然他们是在灵界里面 那我们人的话呢 就没有那个灵界的那么大的力量 那但是呢 他们的位格来讲 就是说天使呢 没有说他的受造 没有说造神的形象在造 而且天使堕落以后 没有救恩给他们 堕落的天使没有救恩 只有人堕落了 人有救恩 天使没有 所以神看人是极其的尊贵 因为人有那个神的形象 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天使呢 他是为了服役 就是说他在服侍人的 他是服侍人的 那怎么还可以跟耶稣基督来比呢 他连人可能都 他是服侍人的 这成差的就一比之下呢 当然就比不过主耶稣了 所以他就讲 这个拿天使出来比 那也比不过 主耶稣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 我刚讲的 就是耶稣基督呢 更美 与天使就更美 好 他这个 在这个整个希伯来书里面 他会一直讲 他会一直陈述 但是中间会插进来 一些提醒或者警戒的话 就是 他是一路的陈述 但是中间会插 他这个解经学者呢 归纳出来他插了六段的话 就是勉励的话 这个第二章一开始就是一段 一到四节就是插了一段勉励的话 因为他讲的是天使 天使 然后呢他中间第二章 一开始他突然就讲说 你们要小心 这个听见的道理呢 要郑重 就是说你要专注的 要很谨慎 所听到的话 不要让我们就 听了就算了 随流逝去 那第三节讲说 我们就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 就怎么能陶醉呢 就是我们 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救恩给我们 那我们怎么可以逃呢 所以我们 要把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道理好好的存在心里面 那一到四节是讲这个 接下来呢 第五节又回到天使 就是天使的那个还没讲完 他中间第二章一开头四节插进来 就是一个警戒 那第五节以后呢 他就继续讲天使 他讲说呢 将来的世界呢 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将来的世界呢 没有交给天使 那现在的世界呢 是暂时交给天使 而且我们讲这个天使在二层天掌权 第二层天掌权 也就是这个灵界的天呢 其实上天使现在还在那边掌权 但是呢 他们的 怎么说 他们的权势已经 已经败退了 只是呢 他们还残留在那个地方 有一点的权柄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呢 在永恒当中呢 是掌权的 就以后呢 世界是交给我们来管 不是交给天使来管 所以呢 第六节就说 有人 这个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这是我们背过的 这四篇第八篇了 大家都很熟 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 人家比天使为小一点 持他荣耀尊贵为冠名 就是讲到这个人 人这么的软弱 人这么的有限 但是呢 你居然 自他荣耀和尊贵 当成冠名 赐给他 然后让全世界的人都 全世界的万物都浮在 人的脚下 但是今天还没有啊 你说哪有这个 我如果走在路上呢 碰到一只疯狗 还被他咬啊 或者呢 我们偶尔有听到那个什么 什么狮子咬死人 在什么什么动物园里面 偶尔会发生 就是说野兽没有管不住 还有呢 那随便一个什么 那个什么禽流感啊 我们人也逃不过啊 我们哪里能够说我们胜过什么 就是很弱 没有 所以在这个现世里面来讲 我们没有办法 让所有的万物浮在我们脚下 但是当在永恒的当中 我们长王权 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 那个时候呢 万物就会都浮在我们的脚下 然后第十节呢 他讲到 那原来那为万物所属 为万物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药里去 使就他们原算因受捕难 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 因那死人成圣的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出一 所以我们称道的弟兄 也不以为此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说 我们有 这个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被看中 主耶稣这么的看中我们 所以呢 他要领我们 就是领儿子 许多的儿子 进到那个荣耀里面去 然后呢 他讲到说 使人成圣 和那些得以成圣的 都是出于第十一节 使人成圣就讲主耶稣了 得以成圣就讲到我们 我们是得以成圣的这一班人 就是那些让人成圣的 跟被成圣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出于一 也就是说 都是从这个人性 因为耶稣基督有个人性嘛 我们都是出于一个人性 所以呢 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此 所以主耶稣称我们 是称什么呢 他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他称我们为弟兄 弟兄 像我们是他的兄弟一样 弟弟 那后面就讲到说 不以为此 就说他是一个荣耀的神 耶稣基督是荣耀的神 但是他居然愿意把 这些罪人称作他的弟弟 称作他的兄弟 这样子的一个恩典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他说呢 不以为此 他不会觉得这样很肮脏污秽 因为我们人都还在罪恶里面 很多时候还在犯罪 但是他愿意称我们为弟兄 他不以为此 他不会像觉得就把他污秽了 就降格了 他不会 所以他看中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 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尊贵性 在这个地方 第16节讲了 他并不就把天使 乃是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刚刚有提过 所以天使是没有救恩的 犯罪就犯罪了 犯罪就是注定灭亡 人的话呢 你犯罪了 像亚当犯罪了 但是神还会有救恩预备 所以能够把人挽回来 那接下来他讲说 他自己 第18节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这是第18节 那个讲到的是他呢 被试探而受苦 他就能搭救被试探 意思是说他自己肉身的当中呢 耶稣基督他在世界33年半的生命里面 他也常常被试探 这个魔鬼也试探他了 这个他在旷野的时候 这个他受了洗 然后圣灵充满 然后被这个圣灵吹逼到旷野去 然后这个撒旦就试探他 40个昼夜 在旷野 这个他在那个地方呢 也被受试探 真实的在人性当中被试探 那他这样经过呢 他有这些的经历 所以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 因为两方面来讲 第一个他自己亲身经历过 他完全的体会过这个历程 另外来讲呢 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也觉得他可以帮助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受过这个伤 他受过这个痛苦 所以我们觉得他懂我们的心 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比如说 如果我生了一个很重的病 然后有人来看我 那都是健康的人 我就觉得他不太能够安慰我 那如果我生了这个病呢 那别人也生这个病的病人呢 他是痊愈了 好了 那他生过这个病 他来看我 那我就会很有兴趣 想要知道他怎么好的 想要知道他的情绪是怎么 怎么过来的 他怎么经过这个 他就可以帮助我来抚平我的情绪 所以他是有经验的人就可以帮助 那耶稣基督呢 他被试探过 他知道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信心 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呢 他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也可以从他那边看见 他也经过这个 他走过来了 那我们就有一个模范 有个榜样在那边 有个role model在那边 可以来帮助我们 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呢 他受试探的一个原因 所以在第十节 我们再回到第十节 他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受苦难得以完全 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说耶稣不完全吗 其实他完全的 原来就是完全的 那什么叫做受苦难得以完全 救他们的元帅 受苦难得以完全 意思就是说 让他的人性上的经历是完全的 以至于他可以完完全的来帮助人 来体贴人 来安慰人 所以这个是他 这个耶稣基督受苦难的 另外一个 带出来的 对我们的帮助 实际上他也愿意这样做 ok 好 所以你看哦 一开始就是 拿先知来跟耶稣比 接下来呢 拿天使跟耶稣比 那到了第三章呢 我们再看他拿什么来跟耶稣比 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说 摩西 看到吗 第二节哈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佩多的荣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房屋都比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他是讲 好了 现在呢 我们这一位使者 我们这一位 实际上这个使者原文就是使徒的意思 就是说 他是神所拆派的 那也是大祭司 这个耶稣 那他呢 为那个设立他的 就是ordain他的 就是讲到父神 他在他的职位上是尽忠 然后呢 他像什么 像摩西在神的全家 摩西是神的一个中心的仆人 他在神的全家尽忠 全以色列家 他在那个地方中心的服侍 但是呢 第三节就讲到 他比摩西算是更佩多的荣耀 到一个什么地步 怎么比一个是建造房屋的 一个是房屋本身 谁是建造房屋的呢 是耶稣 谁是那个房屋呢 是摩西 意思就是说摩西是房屋 耶稣是建造房屋的 好像呢 就是有点像那个 就是说一个是一团泥 一个是咬匠 来塑那个泥 去捏那个泥 你可能捏出一个茶杯或者是花瓶 那个捏的就是那个塑造的是神 是主耶稣 那那个被捏的那个土啊什么的是 是人 在这边就讲到是摩西 好像房子 那个宫头把房子盖好 那个房子本身就像那一团土啊 他是摩西 是被造的 但是建造的那一位呢 是主耶稣 所以他当然建造的人 当然就比被建造的物要高许多 所以第三 第四节讲 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是神在建造 好 接下来的话 又插进了一段 第二段的这个劝诫的话 实际上第三章第六节呢 他应该直接接到哪里 应该接到第四章第十四节 讲到我们既然有一位 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得到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在凡是受过试探用的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误会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他就讲到 这是实际上是跟着前面一起来的 还记得第二章的尾巴吗 他被试探而受苦 为了就是让我们人呢 能够搭救我们这些人 所以后面就讲到 其实一路下来 就讲到说我们的这一位 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主耶稣了 他也受过试探 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所以他受试探 就是我刚刚讲 之前已经讲到那个原因 就是他受过试探以后 他能够体会 所以我们呢也就有信心说 他经过过他可以胜过 我也可以胜过 因为他在人性上胜过 他不是用神性的角度 他是人性上胜过 所以我们人呢也就是一样的 我也可以胜过 因为我是他的弟兄 他是我的弟兄 在人性上来说 所以我们呢 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会 就随时的帮助 这个是非常 我们常常 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我们常常听这句话 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因为他也曾凡事 受过试探也不一样 但是呢 他都胜过 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凭据说 我们也可以胜过 好了 那这个是应该是直接这样讲 但是他就中间是插进来 第三章第七节 到第十三节 那第四章十三节 是很大一段 我们来回来看 第三章第七节 他讲到说圣灵有话说 你们既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人 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你们的主生 是我叹我 并且观看我的座位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验 反而那时代的人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我竟不晓得我的座位 我就在目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这一段话 第七节叫做圣灵有话说 后面就讲到说 在你们要听他的话 不可硬着心 一直到十一节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这段话呢 其实它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 引用诗篇九十五篇 如果我们看到诗篇第九十五篇 我们如果翻一下 诗篇九十五篇 第九节 第九节 九十五篇 第九节 十篇九十五篇第九节 他说呢 那时你们的祖宗是我叹我 并且观看我的座位 四十年之久 我验反而那时代说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座位 所以我在目中启示 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所以是一样的话 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三章 这里讲到 第八节开始讲的 第七节 他是把他归算作圣灵有话说 圣灵有话说说什么 就是说诗篇九十五篇 所以呢 他在证明一件事情 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诗篇的话是圣灵的话 因为是圣灵说的 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在讲到圣 那个圣经 就是在基要真理 我们讲圣经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真理 就是讲这个真理 意思就是说圣经的话 虽然是人写的 但是都是圣灵的话 圣灵直接启示下来 借着人的生命 或者直接或者知道 或者这个人不知道是在写圣经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但是总而言之 是神的圣灵 拖住写书的这些先知 他写下来的 那这个算作圣灵说 虽然是这个圣经的作者 是人在写 但是背后是圣灵说 就这样子再讲 那 第十五节讲到经上说 你们今日若听听他的话 就不可应则心 像有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这个是讲到经上说 第七节把它归纳成圣灵有话 经上的话就变成圣灵的话 意思说圣经的话都是圣灵的话 这样再讲 ok 那我们再往下看 第四章讲到一个概念 就是讲到安息 讲到安息 他这边讲到这个 刚才第三章第十一节 他们就说我在怒中启示 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就是已经讲到一个安息 这个概念讲到安息 接下来第四章呢 他就开始对安息这个字 开始来探讨 那么这个安息是怎么个回事呢 第四章一开始 他说我们静谋留下有静谋 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没那么中间 或有人似乎是敢不上 就是说我们这个安息是一个应许 但是我们很多的人呢 敢不上就是我们够不上 好像我们是就是没办法得到 我们没办法得到这个应许的安息 为什么呢 因为有第二节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 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于所听见的道调和 那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呢 就得以进入那安息 也就是说我们听很多的道 我们也听了很多的圣经的这些故事啊 很多这些道 那这些道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来调和 也就是说我们听了也不是太相信 或者是听到了 但是没有真正的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 用我们的信心去领受 那个时候呢只是听了一个故事 那不见得对我们有太大的这种益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信心来调和 例如说听了就像听一个故事一样 那就没办法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如果觉得这个东西 也同样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圣经的应许 不管是在古代的人 这些以色列人 那在今天都是一样 我们都在里面 所以同样的 神的这些应许也会在我们的身上 可以实现的 这样子的信心 去听所有的这些神的话 神的道在读经的时候 那我们就有信心的调和 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安息 所以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基本上没有信心 我们会很多的忧虑或者是焦虑 对很多的事情 我们人生太多太多不同的这种未知 那或者是软弱比如说生病 还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 我们都会遇到各样的不同的试探 那这个时候呢 就看我们有没有信心来跟 来接受神的应许 那我们如果听了很多的道 我们用信心来接受 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 那你说遇到了这个难处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失去安息 虽然外面可能还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安息 这个是神的应许 我们一定会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安息 所以他在讲一件事情 后面他在讲就是 论到第七日 论到第四节 论到第七日 有一句说到第七日 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句说他们断不可进我的安息 第六节 既有他们断不可进我的安息 也有必经安息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 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 就在大为的世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以 你们如果听他的话就不肯认得心 若是约书亚已经他们想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 将后来必有另一有意安息的安息 为神的自己存留 因为那基本安息的是 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 所以他好 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安息 他这边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他就讲到这个安息有很多个时候呢 被讲出来 第一个安息被讲出来呢 是这个在旷野的时候 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 神让他们进入安息 但是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所以一没有东西吃了就抱怨 一没有水喝了就抱怨 没有安息 他们就是觉得不舒服 然后就抱怨死 埋怨死 不相信 所以第一个 所以他们呢 有安息的应许 但是他们没有进去 接下来呢 这个还有就是约书亚 约书亚把以色列人 从旷野带到了迦南地 进去了 但是进去了以后 有没有安息呢 还是没有 我们就经历世事的时代 然后都是跟外邦人在打仗 因为他们没有把外邦人全部感觉出去 感觉静静 没有 所以呢 他们就容让外邦人在他们当中 最后就被外邦人挟制 那神要他们把外邦完全的感觉静静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再随从外邦的邪恶的崇拜风俗 他们很多献孩子 献这个人 献活人为祭 都有 所以非常弱 所以神要他们把这些都除掉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留了 留下这些人 留下这些人以后 最后就混杂 那就离开神 那神就把保护伞就拿走 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受外邦的欺压 那就有士师起来帮助他们 然后他们 我们以前有讲过士师了 他们好了一阵子 士师带他们复兴起来了 复兴起来了 直到外面的这些压迫走了 没有了 他们又开始离开神了 就是一怎么讲 保暖私淫欲 一安全了就放松了 然后又去离开神了 拜奖戴偶像神大队 然后神又把保护伞拿走 然后又来很多的外邦人又来打他们 所以这样连续七个循环 在四世纪里面七次 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所以就是他们没有安息 那到最后呢 后来呢 第七节讲到那大卫 接下来四世时代完了以后 进到王国时代 就是大卫时代王朝 在这个大卫的书上又写一次 大卫呢在写诗的时候又写 这个同样的话再写一次 还有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但是呢 一直到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也没有安息 后来呢一直到了西伯来书 写西伯来书已经是 耶稣基督的时代了 又过了一千年了 这个呢再把它提出来再讲 我们就是这个西伯来书 就写给当时代的读者 你们要进入安息 你看有多少人 miss掉那个安息 在旷野的日子 以色列人在旷野 他们miss掉那个安息 进了家呢 他们miss那个安息 然后再过了五百年 在大卫的王朝时代 他们还是得不到那个安息 神就跟他们讲了要进去得安息 要有信心 他们没有 然后呢再过一千年 对不起再过 再过一千年 就这个进到这个西伯来书的年代 因为大卫是大概主前一千年左右 所以再过一千年 进到这个西伯来书写作的时代 还在继续的讲 要进入安息 因为呢 这个 这个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圈 就是第九节 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 就像神歇了他的功 完全的舒畅了 然后在那边享受 在那边享受他劳苦的火效 就是完全的放松的安息 然后是在信心的里面 那这个呢 是要留给神的子民的 所以呢 当西伯来书写的时候 那时候的人呢 还没有安息 所以这本书一直留下来 就是给历世的一带的人 做一个提醒 到底我们有没有安息 因为呢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 因为不信从 所以不能进去 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第六节 听见了 但是不信 所以能进去 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道 我们常常也是在教会里面 常常也是不停的在读圣经 不停的听信息什么的 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要来 有信心来领受 让我们可以 成为我们的一个信心的 就是成为我们的安息 进入安息的一个 算是一个媒介 就是借着信心 然后呢 接下来还在讲到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个人的见更快 甚至魂与灵 古街古街都能吃入口 连心中的思念局都能便利 并且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 你来吧 我们在那儿 与我们有关系的决定 是赤肉残害 然后他就讲到说 这个神的道是有功效的 就是他是working 功效 有功效的就是他正在工作 神的道 神的话是正在工作的 是活的 活泼就是活的 他是life的 然后是正在工作的 就是说神的道 然后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是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发生功效的 是在work on our heart 让我们能够有信心起来 能够领受那个安息 是这个意思 好 好 那我们就要继续往下看 这个哇 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们还没一半呢 好看 OK 好 我们赶快好 第五章 所以他前面就跟摩西来比了 好 好 那第五章开始呢 他就跟那个 讲到这个大祭司 好 跟大祭司来比一比 怎么样呢 好 这个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提认管理属神的事情 好 第二节 他这个 他能体谅渔盟的施密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手 我们讲到人间的大祭司 也很惨 因为都是人 所以自己也很多的软弱 所以呢 他要为百姓和自己赎罪 那呢 这个尊容呢 是大祭司的尊容是 像亚伦一样 是像亚伦一样 所以他要为自己赎罪 第三节呢 他要为百姓和自己 因为这个大祭司 自己也会犯罪 大祭司犯罪 祭司犯罪 也要献赎罪祭 所以不像主耶稣基督 他是没有罪的 他不会为自己献赎罪祭 所以这个祭司跟主耶稣一比 那主耶稣当然就胜过这个祭司了 因为呢 第十节 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做大祭司 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不是照着人间 亚伦的大祭司 以色列的大祭司制度的 下面的大祭司的等次 他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麦基喜德的等次 麦基喜德的第七章才讲到 他这个接下来呢 他又插进一段这个 劝勉的话 第十节之后 第五章呢 第十一节开始 又插进这个劝勉的话 一直讲到第六章完 就是这个讲到说 论到麦基喜德 我们要好些话 并且难以明了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于小学的开端令 教到你们 也承认到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所以说他就在这边就告诉当时的人 就说你们按你们学习的功夫 就说你们已经信主蛮久了 但是还在吃奶 不是在吃干粮 意思说他们的灵命 还是非常的浅薄 所以他就插进一段开始劝劫他们 就一直讲一遍 讲到第六章完 这个第七章继续 那我们就跳到第七章 第七章呢 就开始继续讲麦基喜德的事情了 他是什么呢 麦基喜德 他是一个旧约的人物 是在亚伯拉罕时代 还记得亚伯拉罕呢 他有一次四王跟五王的征战 他去帮助这个五王去打四王 结果呢把他打赢了 那打赢了以后呢 回来的时候 麦基喜德就去迎接他 然后呢 亚伯拉罕就把十分之一 献给麦基喜德 这个是在创世纪第十十章的这个故事 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喜德 那麦基喜德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在耶路撒冷 在撒冷做王的 麦基喜德呢 这个名字翻出来叫仁义王 这是麦基喜德这个字 本身的意思就是公义的王 他的意思 这个这个名字的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公义的王 但是因为他在撒冷 就是耶路撒冷做王 所以他就叫做撒冷王 那撒冷是什么意思呢 撒冷就是shalom 就是平安 平安 就是他也是个平安王 意思说他又是公义的 他又是平安的 所以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代表 这一个一个预表 这个王是一个真实的人 历史当中真实的一个人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但是呢 他是用来预表主耶稣基督 然后 这一个人呢 他没有祖谱 就是在圣经上面 没有留任何的琢磨 他父母是谁不祥 怎么死的不祥 所以这边讲到说 他无父无母无祖谱 无生之始无命之中 就在这个创世记里面 在人的记载里面 都没有来历的 好像不知道哪里来的 那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哪里来的 就把他等同于神的儿子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因为他没有真正人间的祖谱 虽然说好像有这个 我们看马太福音啊 路加福音都有耶稣基督的家谱 但是那个是人的家谱 那个都不是真正的家谱 好像在这个 他真的没有什么家谱 这跟麦基喜德是很像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比较就是说 当亚伯拉罕 我这个可要仔细听一下 亚伯拉罕 这边有两个我这样比 亚伯拉罕他把十分之一给麦基喜德 亚伯拉罕给麦基喜德 所以麦基喜德比亚伯拉罕高 那么亚伯拉罕呢 生以撒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这个十二支派 其中有个叫利位 利位支派一直下去 生出来了亚伦大祭司 所以大祭司 人间的大祭司 以色列的大祭司是利位支派 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那现在他在讲一件事情 他就是说麦基喜德 预表主耶稣 他比大祭司下面那个大祭司要更尊贵 他怎么比呢 就是说连你的这个大祭司的老祖宗 亚伯拉罕还把十分之一送给麦基喜德 那个你就看 好像他的后裔生出来的是大祭司 是利位 所以呢这个利位呢 是藏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一比较就是 连这个利位透过亚伯拉罕 都要限十分之一给麦基喜德 可见得麦基喜德的位分 是远远大过人间的大祭司 第一个大祭司 第一任大祭司就是亚伦 所以他是用这个方式在比较 就是说 你把大祭司制度拿来比 你觉得我们觉得说 以色列人最厉害的 拿出来就是大祭司 摩西还打不过不行 好不够 那我们就拿大祭司 亚伦很厉害 亚伦出来他们是最 proud 他们的祭祀的这个制度 献祭的制度 但是呢就算这样他还说也不行 因为你看透过亚伯拉罕联利位呢 这个大祭司还要向这个麦基喜德来奉献 所以麦基喜德是撒冷王 平安王 他是预表的主耶稣 所以这是后面在讲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我们再看就是 第七章二十七节 他不像那些 那个二十七节 七章二十七节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百姓的罪献祭 因为他几次献上 将自己的罪就把这罪成全了 所以他呢 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 你知道那个 我们如果再往后面翻 你会发现 这个大祭司的这个献祭 是非常非常的慎重的 在旧约的里面呢 在旧约的里面 就是说大祭司七月十号那一天 叫做赎罪日 以色列的这个节旗里面 有一天叫七月十号赎罪日 那天到的时候 大祭司呢 他要做两件事情 他必须先要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他先要献赎罪祭 献凡祭 献赎罪祭 然后呢 把自己的罪除完了以后 他才能够开始为以色列人的罪 来赎罪 他必须先clear他自己 他才能够为别人去赎罪 就是说自己都自身难保 那怎么去为别人赎罪 献赎罪的祭呢 不行 所以他是要两步的 第一步为自己赎 为他自己和他的家 第二个呢 为着以色列人 所以他是两个 但是主耶稣呢 他不需要 他一个就是为人赎罪 他不需要为自己赎罪 再来 耶稣基督赎罪是一次 他定十字架也是一次 但是大祭司每一年七月十号 都要去赎罪 都要去做这个赎罪祭 赎罪日 这一天到了 他就要去 那个他就要从圣所进到至圣所里面 一年只能进去一次 进到至圣所 那一天他为全以色列人赎罪 先为自己赎罪 然后为以色列人赎罪 所以他的 这个每一年 这是每一年的 每一年他要做 但是耶稣基督呢 他只做一次 就是定十字架 为人赎罪 而且不会自己赎罪 所以他就比较说 你的大祭司 拿来跟主耶稣基督比较 第一个 透过亚伯拉罕 立位支派 还要献十分之一 给麦基西德预表 主耶稣基督 第二个 耶稣基督呢 他一次 就献完了 而且他只要替人赎 他自己不用赎 他是无罪 那人间的大祭司呢 他不只要为自己赎 以后才能为别人赎 而且他每年要搞 因为每年他自己也在犯罪 所以他每年自己要献金 为自己赎罪 所以他就这样一比就知道 哎呀 还是主耶稣基督是更厉害的 更美的 一个祭司 真正的大祭司 是主耶稣 所以更美 better 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到了第八章 这讲到说有一个约 有一个更美的约 第六节 耶稣所得的职认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法 这约原来是凭更美之应许力的 这边讲了三个更美 三个更美 这一节八章六节 是整本希伯来书的要节 最重要的key verse就是这一节 讲到耶稣基督得的职认是更美的 就是说他远胜过大祭司 旧约的大祭司 他远远超过 他的职认是更美的 而且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宝 就是说他是那个中间人 就是神跟人立约 另一个新约 还记得吗 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他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约 就是耶稣基督用血来跟上帝立约 代表人类来跟上帝立约 把人一起带在里面 所以他是一个更美的约 行约旧约很多的时候 像摩西之约 十戒颁一些很多的律法 以色列人根本都守不住 都是败坏 甚至在伊甸园神跟亚当也立约 在荷西亚书六章那边特别讲到 亚当背约 讲到亚当他没有办法守住那个约 就是不能吃那个分别塞了树上的果子 所以他背了约 就承受了这个死亡 灵性死亡的后果 所以人都守不住 很多约都守不住 但是这个到了新约呢 耶稣基督呢 就出来用他的血力约 把所有的旧约全部用新约去 去概括起来 因为旧约的人都守不住 但到了新约 一个约就把所有的过去约 在那个约里面的那些失败 全部就把它成全起来 因为人根本守不住 但是呢只要靠耶稣基督的血 我们都在救赎的里面 包含在旧约的里面 那些在献祭的人 犯罪献祭犯罪献祭的那些人 他们也在耶稣基督的约里面 因为他们杀牛杀羊 实际上他们是在杀耶稣 他们只是不懂 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在杀耶稣 就是他们在支取耶稣基督的这个祭 那就是所以呢 他们虽然在犯罪献祭 他们在杀牛羊 但是呢 从神的眼光来看呢 他们是在支取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都在这个新约的里面 都在这个新约的约里面 只是他们那个时候 耶稣基督还没有神 所以他们不明白这个事情 但是从神永恒的眼光来看 他是这样在算的 所以呢 他是一个更美之约的一个中榜 还有呢 这个约是更美之应许力的 所以就是讲到我们后来 一同做王 就很多的应许 有一天 这个 第十节我念一下 这也是很重要的 他说主要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加索利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给他们心上 我要救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 他们不用个人叫表自己的乡邻 和自己的弟兄 说你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时候知道的 都不认识我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经验他们的罪钱 所以到新约的时候 因为圣灵降临了 所以圣灵就进到人的心里面去 直接的向人说话 给人力量来守住这个约 我们进不约的人守不住 因为没有圣灵给他们力量 到了新约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 所以让我们能够成圣 让我们能够做好事 能够行出公义 这个有怜悯的心 这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守住 因为爱 所以我们守住这个约 这个也是一个更美的应许 讲到我们守得住这个约 所以我们都会认识我们的这一位主 我们就不用再教稿了 不用再好像拿那个律法来压我们 因为我们从心里面 我们愿意去遵循主的旨意 我们后面看第九章 讲到基督的血 他讲的就跟我刚才讲的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这是天上的 这是天上的一个祭 主耶稣基督呢 他做了一个就是为我们成为大祭司 然后他也立了一个新约 然后就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当中 能够被赎出来 能够赎我们的罪 然后他是一个真正的大祭司 他讲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然后是一次性的 我们可以看那个 第25节 不是将自己多次献上 上半些大祭司能源带着牛羊的血性的圣索 如果他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要多次受苦了 他就要常常定十字架才能够这 能源要定十字架 但是不是 如今他在末世献一次就把自己献为祭 就除掉罪了 大概是这样 西书呢献上一次为祭 第十章呢也是同样的概念 第四节他讲什么 第三节第四节他说这些祭物 讲到旧约牛羊献牛羊这些祭物呢 是叫每年想起罪来 就是那个都是让人就是为了赎罪嘛 但是呢第四节讲说公牛三羊其实不能取罪 一只牛怎么能够赎我的罪呢 实际上都不行 杀一只牛跟我犯罪有什么关系 都不行 他在讲耶稣基督 就指向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 耶稣基督的血 不是牛羊的血 是耶稣基督的血 一次献上一时节 一次献上身体就得以成圣 这个就是旧约的这个预表 到了新约就变成一个十字 好了 那我们来看第十一章 十一章讲到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就是结尾了 他就在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东西 特别十一章讲到信心 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英雄榜 十一章讲到许许多多的人 讲到他们都是存着一个信心去做一些事情 就他们相信会有个更美的事情会出来 他们就这个神的应许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神给他的应许就是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 天上的新海边的沙那样众多 但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 他都没有见到 那是他这么多年以后到现在呢 人稍微多一些了 就是多起来了 就是基督徒他的属灵的以色列人呢 就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讲的话 现在就是可能 maybe二十亿这样讲 那就很多了 但是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都看不到 所以呢 他就说看不到但是还是相信这个约 相信神的应许 所以他死了 但是呢就没有 还没有在活的日子里面到死都没有看到 但是这个神的应许没有因此就废弃 所以到现在你看越来越 信主人越来越多 像真的像沙子那么多 那这个就是应许的实现 是需要实现的 所以亚伯拉罕他死的时候呢 还是存着信心死的 他是从远处望界又欢喜迎接 你看第十三节 这些人 第十一章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是从远处望界且欢喜迎接 就是远远的看 他们都是远远的看 凭着信心的眼睛去看 这个看见有一天会要实现的 虽然在他有生之年看不到 但是他们相信会 虽然讲了很多的人 讲了一大堆的 讲亚伯拉罕 讲以撒 讲雅各 讲摩西 讲了很多 然后讲了很多的 讲基尼拉罕 讲士师 讲很多的先知 都没有在有生之年看到所应许 直到什么 直到第四十节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什么叫做更美的事呢 就是我们跟以色列这些旧约的人 同时都进到旧约的旧属里面 能够完成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 亚伯拉罕之约的这种丰盛的约定 就是我们跟他们透过历史的这个演变 这么多这个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上诱古人 不知道你有听过 就是跟古代的人做朋友 上诱 就是那个有的那个 朋友的有那个字面 诱 上诱古人 就是我们跟古代的人好像神交一样 看人家的作品 然后想跟他做朋友 神交的那种概念 他有点那个意思 就是我们跟这些旧约的都已经死掉了 但是我们跟他其实是一起 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死 他们只是睡了 有一天他们就要复活的 所以我们跟他们是一起来同时 有一天同时要承受神最终的应许的实现 所以这是一个更美的事 而且他们不跟我们同德是不能完全的 虽然他们死了 但是他们的这个应许是等在那边 要我们后面的人一起来完成 一起来实现 成了一个更美的事情 只这样再讲 好了 第十二章就讲到那个 我们主是一个 好像一个词 一个严妇 一个有时候会管教我们的 但是他的管教是出于爱 而且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好 能够成为一个 能够顺从他的旨意 这个也是一段插进来的话 一直到第十二章的十七节这里 从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就是插进来的话 就讲到说我们要顺服 要顺服 那再提下这十二章一开始 他就说我们要存着信心 因为要仰望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那一位 创始成中 因为他是那个信心的author 就是信心的那个作者 他也是信心的那个成中 就是finisher或者perfector 就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完全的那一位 都是耶稣 所以我们的信心从他而来 我们就求主给我们信心 能够站立的稳 在所有的这些困难 能够进到安息里面 然后最终能够承受神所 给我们预备一切的应许 那是这样子 所以第十二章 就到了第十三章 就讲到呢 一开始他就讲到很多生活上的东西 第一个他讲到说我们要接待客旅 接待客旅 因为接待客旅是当时旧约的一个习惯 能够接待客旅的话 让每一个人呢 都不是入宿街头 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旅馆 让每个人入宿 就是说那客旅 路过的都有地方住 这是当时代的一个美德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有很多旅馆书 大家就有时候就住旅馆了 实际上在基督徒的 比较保守的基督徒 其实像我们还是会喜欢 如果有路过 或者是我到一个地方去travel 如果有人给我选 要我住旅馆 还是坐弟兄姐妹家 我有时候我就会喜欢 住弟兄姐妹家 为什么 因为有更多的交通 能够更多的了解 也能够带下祝福给他们 他们也会成为我的祝福 因为生命彼此交流 会带下祝福 所以这个是接待客旅 大家讲到说亚伯拉罕 他有一次接待客旅 不小心就接待到天使 其中还有一位是神 所以就讲到这个接待客旅的重要 还有呢 接下来讲到婚姻 婚姻呢 要尊重 要尊重 而且床不可以污秽 也讲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关于我们的性方面的一个圣洁 不管我们 就说在婚 婚姻 神所应许的这个圣洁的婚姻呢 只有在婚姻的里面 在婚前或者在婚外 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都会污秽 都会污秽那个床 在婚前或者是婚外 这个神是看得很重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 就是要谨慎 特别我们结了婚的话 在婚外 我们要特别的谨慎 尤其对这个异性的时候 我们都要保持一些距离 最好是有其他人在场 就像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刚买堂的时候 每一个房间的门 都是封死死的 后来我们一进到这个建筑里面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每一个房间的门的 这个门上面 挖一个小窗户 因为我们不想说 在教会有任何的死角 因为就是要看得到 大家就hold accountability 就是比较不会发生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些事上 要谨慎 尽量的保守圣洁 还有呢 第五节就讲到钱财 不要贪爱钱财 后面他还讲到一句话 讲到耶稣基督呢 他好像成为赎罪祭 他的血被带到大祭司 带到至善所里面 成为赎罪祭 然后他的身子烧在里面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 就是耶稣基督老 他在城门外定十字架 然后他的血呢 是在至圣所里面 去洁净人 这个天上的至圣所 不是地上的至圣所 意思就是说 他是隐色在旧约的时候 要献赎罪祭 就是要把那个祭司 要在那个银外 把他杀了 然后把那个血带到银的里面去弹 特别是弹在那个曼子上 所以呢 在银外被杀 他就隐色耶稣基督是在 这个圣殿以外 在圣城的里面 但是在圣殿以外 被定十字架 所以耶稣基督 他是在外面 不是在圣殿里面 是在外面受苦 但是呢 他的血是 弹在天上的至圣所里面 是这个样子 好 大概就是这样 很快 因为后面是比较生活上的东西 我想就不是那么的重要 我觉得就先讲到这个 好 音乐性停在这边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比较快一些 好 요 在这边